對於近期本港新冠疫情在高位徘徊 呼吸系統貨轉貨醫生梁智超估計 現時超過九成人口都曾暴露於病毒之下 認為社會已經形成天然保護屏障 內地放寬防控措施 梁智超預計大約在一個月後 當地會出現確診浪潮 而參考香港經驗 大約三個月後 隨著群體免疫作用突顯 疫情將會回落 他建議內地首找醫療系統 各省市應該要因應當地疫情變化 即時調整防疫政策 在內地這麼大復原 整個疫情過去 可能要超過三個月 到六個月 才會逐步擴散不同的地方 所以變成不同的省市 可能要就當地的情況 所有措施作出一定的準備 來調整它本身 各方面的醫療資源分配的準備 梁智超說 如果內地出現疫情浪潮 可以考慮以線上方式 為病患提供紋診、諮詢、 藥物配送等服務 鳳凰衛視記者 謝謝大家 狂一輩們的